我好心收留的暑期工不仅没来上班 第二天更是带着我和妻子的婚戒 扔给我一张赐退书 今后我就是姐姐的男人 她的公司就是我的公司 你赶紧给我滚蛋 我顿时乐了 我老婆都烧成灰了 她跟鬼谈的恋爱 直到后来 我看到她跪在我公司的保洁面前高调示爱 我看着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已经要十二点了 上班才一周 陆景耀这小子就矿工了三天 简直是反了天了 当初她可怜兮兮的说 自己爹不疼娘不爱 还被大学扫地出门 我一时心软才收留她来公司做暑期工 结果这小子前几天不是把打印机玩坏 就是把客户的合同弄丢 现在倒好 给她发消息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我全当自己好心喂了狗 决定去公司系统里直接开除掉她 可我刚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 只觉得眼前一黑 只见陆景耀那小子 正翘着二郎腿坐在我的老板椅上 旁边围着两个打扮抽象的精神小伙 正一脸谄媚地给她端茶倒水 原本整洁的办公室 现在更是四处散落着烟头和瓜子皮 看见我进来 陆景耀非但没有半点慌张 反而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兴许的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猜来上班 我眨了眨眼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小子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了敢对我这么说话 我刚想开口 旁边一个染着黄毛的小伙 就阴阳怪气地开口了 诶 我说你这人是脑子缺根筋 还是耳朵不好使 天这么热 没看见我们陆总口渴了吗 还不赶紧去买几瓶冰水 另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小伙也跟着帮枪 就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难怪你这破公司干了这么多年也没上市 我们陆总的公司可不养饭桶 你赶紧收拾东西算了 一时间 我被这几个小伙子一唱一鹤的架势给气笑了 我辛辛苦苦打拼了十年的公司 什么时候称他一个暑假工的了 这几个小伙子该不会是吃了什么没炒熟的骏子 出现幻觉了吧 我也懒得跟他们废话 准备去叫保安把这几个小混混给轰走 可还没出几步 陆景耀便威胁道 幸许的 今天你要是赶走出这个门 我立马就开了你 我回头看向陆景耀 一脸不屑 我是老板 你一个暑假工有什么资格能开了我 文言 陆景耀不屑地撇了撇嘴 从桌上抓起一份文件就直接甩到我跟前 既然是一份辞退书 不等我开口 陆景耀便冷笑着举起自己的左手 将无名纸上的戒指展示给我看 我定睛一看 顿时如遭雷击 那枚戒指 赫然是我和妻子结婚时的戒指 戒指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陆景耀见状 似乎笃定了什么 更加得意洋洋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公司当初是你老婆投资的 你不过就是个倒插门的坠绪罢了 哦 忘了告诉你了 这可是你老婆亲自给我戴上的 今后我就是姐姐的男人 她的公司当然就是我的公司 我现在以公司老板的身份 正式开除你 文言 我却脸色一变 急忙打开手机确认时间 2024年 我这也没穿越啊 我老婆明明去年 就因为癌症晚期去世 都烧成灰埋在后山了 这小子难不成跟鬼谈的恋爱 陆景耀看我不说话 以为我是害怕了 更加得意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哎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她翘着二郎腿 晃着脚尖 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看得我恨不得 一脚把她踹飞出去 现在嘛 她故意拉长了语调 斜着眼看我 那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只丧家之犬 也不是没有机会 只要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响头 再叫我一声爷爷 我可以考虑考虑 让你继续留在这工作 不过 她顿了顿 嘴角勾起一抹恶劣的弧度 你得去打扫厕所 毕竟 像你这种废物 也就只配干点这种脏活累活了 哈哈 她身旁那两个精神小伙 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一边笑 一边还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 陆总 您可真是太仁慈了 黄毛一边给陆锦要点烟 一边谄媚地说道 像这种老东西 就应该直接把她赶出去 让她睡大街去 就是就是 花衬衫也跟着附和道 让她扫厕所 那都算是便宜她了 我跟你说 陆总 你可千万别心软 这老东西一看就晦气 说不定啊 她老婆就是被她给客死的 你想想啊 她跟她老婆结婚这么多年 都没生个一男半女的 这人能正常吗 肯定是她那方面有问题 你让她扫厕所 万一传染给咱们怎么办 我简直要被这几个活宝 给气笑了 我老婆明明是去年 因为癌症去世的 这几个家伙 为了拍马屁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够了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猛的一拍桌子 你们都给我闭嘴 我不管你是从哪弄来的戒指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我摘下来 否则 后果自负 陆锦要先是一愣 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 天大的笑话似的 大笑起来 哎哟 我好怕怕哦 她一边笑 一边拍着桌子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还后果自负 你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 你能干什么 咋的 把我开除 然后封杀我 你个老东西 无脑小说看多了吧 我被她这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给气得干疼 我索性懒得在跟她废话 直接端起桌上的茶壶 朝着她的脸就泼了过去 啊 陆锦要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捂着脸就冲了出去 我冷眼看着她狼狈逃窜的背影 心里一阵冷笑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半晌 陆锦要才红着眼 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 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姐姐 有人欺负我 她对着电话那头哭诉着 语气委屈地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小媳妇 姐姐 你快来帮我报仇 我抱着双臂 静静地看着她表演 倒是要看看 她口中的姐姐 究竟是何方神圣 居然敢冒充我的王妻 很快 一辆红色的蓝博基尼跑车 便风驰电掣地停在了公司门口 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裙 踩着恨天高的女人 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哪个不长眼的 居然敢欺负我的男人 三 顿时间 陆锦要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猛地扑到那个女人面前 一把抱住她的大腿 开始哭诉起来 刘姐姐 你可算来了 有人欺负我 她一边说 一边还拿手指着我 那样子要多委屈有多委屈 要多可怜有多可怜 可我看着她抱着的那个女人 却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这不就是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刘莉吗 还开着我停在车库里的蓝博基尼 跑到公司门前装笔 这演技 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 刘莉轻轻拍了拍陆锦要的肩膀 柔声安慰道 乖别怕 姐姐在这儿呢 谁欺负你了 告诉姐姐 姐姐帮你教训她 陆锦要抬起头 指着我 恶狠狠地说道 就是她 我要开除她 她不服就算了 她还打我 姐姐 这可是你的地盘 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 刘莉抬起头 上下打量了戴着墨镜的我 一番 然后皱起了眉头 就你 戴个墨镜 穿个假西装 装得还挺人母狗样的 她一脸不懈地看着我 语气里充满了鄙夷 告诉你 我可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娘 你敢打我的男人 那就是打我的脸 只要我一句话 到时候整个行业都不会有人要你 她说着 还吵我吐了一口口水 陆景耀见刘莉帮她撑腰 顿时来了精神 指着我鼻子骂道 听见没有 我姐姐说你是个穷光蛋 连车都没有 还好意思在这装逼 看见旁边那辆跑车了没 我姐姐可是开着兰博基尼来的 就你这种穷酸样 一辈子都别想坐上我姐姐的车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直了直不远处 我那辆兰博基尼问道 你确定那是她的车 陆景耀先是一愣 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的土老帽 要不是我姐姐的车 她哪来的钥匙 我也懒得在跟她废话 直接对刘莉说道 你说这是你的车 你是公司的老板娘是吧 刘莉高傲地扬起下巴 斜着眼看着我 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蝼蚁 不然呢 我劝你最好赶紧跪下 给我的男人道歉 否则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冷笑一声 直接摘下了戴着的墨镜 冲她冷笑道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 刘莉见我不说话 还以为我是怕了 更加得意起来 可当她看清楚我的样子后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许 许总 您怎么在这 四 她惊呼一声 就连手上的镯子都滑落下来 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陆景耀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一脸茫然地看着刘莉 问道 许总 姐姐 你怎么了 你认识她 刘莉没有理会陆景耀 而是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 抱着我的大腿 哭喊起来 老板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偷您的婚戒 更不该假冒您的太太 求求您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啊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陆景耀彻底猛了 她看看我 又看看跪在地上的刘莉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姐 你这是干什么啊 她不过就是一个老男人而已 你怕她干什么 就算她是你生意上的客户 也不至于对她这么客气吧 难道我受的委屈 还比不上一桩生意 不等陆景耀说完 刘莉猛地站起来 反手给了陆景耀一巴掌 啪 你给我闭嘴 陆景耀捂着脸 一脸委屈地看着刘莉 问道 姐你为什么打我 你之前明明说我是你的小奶狗 永远会对我好的 你现在为什么要打我 文言 我冷笑着摇摇头 开口解释道 你给我听好了我 许易 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老板 至于我的老婆 也早就因为癌症去世了 而她 更不是我的太太 她只是公司的一个保洁阿姨 听到我的解释 陆景耀顿时愣住了 她看看我 又看看刘莉 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难以置信 再到最后的绝望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苦心经营了这么久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她心心念念高攀的富婆 竟然只是一个保洁阿姨 这对她来说 简直是莫大的羞辱 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歇斯底里地大喊起来 不 我不相信 你骗我 你一定是在骗我 我冷冷地看着她不懈道 我为什么要骗你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 一个暑假工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骗你 陆景耀摊坐在地上 像一只斗败的公鸡 眼神空洞 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当我视线转向刘莉 准备跟她算账时 她却扑通一下 跪在了我的面前 老板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鬼迷心窍 偷您的婚戒 更不该假扮您的太太 来骗陆景耀 她哭得梨花带雨 声音哽咽 而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我指着她手指上 那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冷声道 你知不知道这枚婚戒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是王七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她身子一颤 缓缓摘下戒指 双手捧到我面前 哭得更加伤心 老板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求求您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欠了好多钱 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冷冷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这时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看着跪在地上道歉的二人 指指点点 这年头 真是人心不古啊 连宝洁阿姨都开始 玩起仙人跳了 可不是吗 现在的年轻人 为了钱 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听着这些议论 心里更加烦躁 我也懒得再看着 这对狗男女一眼 掏出手机报了警 很快 警笛声 游远极近 两名警察 从警车上下来 走到我面前 谁报的警 正当我以为 这场闹剧 终于可以结束时 下一刻 警察却绕过了陆锦耀 静止靠住了我的双手 不等我反应过来 陆锦耀突然 从地上爬起来 指着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警察同志 是我报的警 就是他 他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他意图职场 潜规则不成 就要封杀我们 赶紧把他抓走 呜 我顿势猛了 这陆锦耀 怎么这么臭不要脸呢 明明就是他们 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怎么还成我 职场潜规则了 就琉璃这样子 我就算再恶 也不可能下手啊 而此刻 因为警察来了 围观的人更多了 警察也开始询问路人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是不是真要封杀他们 再加上周围的路人 不少都看热闹不嫌是大 给我一通添油加醋 警察同志 这男的真是可怜啊 被老板逼着做牛做马 现在还要被封杀 可不是吗 现在的老板 一个个肥头大耳的 就知道剥削我们这些打工的 这老板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肯定经常潜规则女员工 警察皱眉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周围不知道真相的人 此刻越聚集越多 都骂我是无良资本家 怎么还不挂路灯上 对员工这么刻薄 还要潜规则 真是畜生不如 怪不得现在不好找工作 都怨你这种畜生 不少人更是气得 直接拿手头的东西砸我 我只得耐着性子 试图跟警察解释 警察同志 你们听我说 事情不是这样的 是他们 警察却一脸严肃打断我的话 抱歉 有什么话 麻烦到了警局再说 我还没说完 就被警察粗暴地推进了警车 陆锦耀和刘丽 则是一脸得意 在众人的称赞声中 坐上了另一辆警车 到了警局 陆锦耀和刘丽 还是一口咬死 我是黑心资本家 他们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欲绝 仿佛我是什么 十恶不赦的罪人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这个老板 他 他简直不是人 陆锦耀声泪俱下 控诉着我的罪行 刘丽健壮也理清了局面 顿时跟着哭诉起来 试图博取警察的同情 是啊 警察同志 我上有老下有小 生活不容易啊 求求你们 一定要严惩这个黑心老板 我彻底无语了 这两个家伙 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 文言 警察也冷冷地看着我 徐毅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我深吸一口气 决定不再沉默 是时候反击了 随即我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 冷冷地看着陆锦耀他们 当然有 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在压榨他们 那好 我正巧有全程录音 真相到底是什么 大家听了之后 自然明白 六 说吧 我故意顿了顿 观察着陆锦耀他们的反应 陆锦耀眼神闪烁 似乎有些慌乱 刘丽则依然故作镇定 但握紧的双拳暴露了她的紧张 我心中冷笑 这两个蠢货 真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地任他们摆布吗 我做生意这么多年 这种坑蒙拐骗的事情 我早就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我刻意随身携带了一个录音笔 以备不时之虚 早在我回到公司 陆锦耀开始胡搅蛮缠的时候 我就偷偷打开了录音笔 你们确定要这么做吗 如果你们现在收手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清晰地记得 当时我是这样说的 语气平静 甚至带着一丝无奈 少废话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们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陆锦耀的声音 充满了嚣张和威胁 就是 我们可是弱势群体 你要是敢对我们怎么样 小心我们去网上曝光你 流利的声音尖锐刺耳 充满了算计和恶意 我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继续说道 我最后再说一遍这件事 是你们自己就由自取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陆锦耀粗暴地打断了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 在陆锦耀和流利面前晃了晃 冷冷地说道 我想这里面的内容 应该足够证明我的清白了吧 看到录音笔的瞬间 陆锦耀脸色大变 猛地扑了上来 想要抢走录音笔 你干什么 我早有防备 侧身躲过 同时大声呵斥道 警察眼疾手快 一把按住陆锦耀 将他死死地控制住 警察立声问道 你想干什么 陆锦耀还想挣扎 但被警察狠狠地瞪了一眼 顿时吓得不敢动弹 流利健壮 也慌了神 结结巴巴地说道 警察同志 我们 我们只是 警察冷冷地问道 只是什么 有什么话 到警局再说 警察将录音笔拿过去 当场播放了里面的内容 陆锦耀和流利之前 嚣张跋扈 威胁我的话语 以及流利装逼失败后 两人向我哭诉求饶的全过程 都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听到自己的声音 从录音笔里传出来 陆锦耀和流利彻底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我竟然留了这么一手 意识到计划彻底败露 陆锦耀和流利顿时慌了神 开始拼命地为自己辩解 警察同志 我们 我们只是一时糊涂 求求你们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陆锦耀哭丧着脸 苦苦哀求道 流利也跟着哭诉 试图博取同情 是啊 警察同志 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 生活不容易啊 求求你们 不要把我们送进去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表演 心中没有一丝波澜 这两个家伙 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 警察听完录音 又调取了公司的监控录像 最终确认 我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我被无罪释放 走出警局 我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至于陆锦耀和流利 因为涉嫌敲诈勒索 和诬告陷害 被警方行政拘留了三天 我回到公司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陆锦耀和流利开除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第二天 我刚睡醒 公司的助理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老板 不好了 公司股价暴跌 现在公司门口都是闹市的 西 助理的声音像是平低一声雷 在我耳边乍响 我瞬间清醒 睡意全无 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 像藤蔓一样迅速缠绕上我的心头 怎么回事 你慢慢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追问着助理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您还是自己上网看看吧 现在网上已经吵翻天了 助理的声音听起来都快哭了 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坏了 我挂断电话 立刻打开微博 热搜第一 赫然是黑心老板仗势欺人 点进去一看 全是关于我的负面消息 这个老板太可恶了 居然欺负弱势群体 就是 仗着自己有钱有势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心疼这对小情侣 遇到这种老板 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 我顺势往下翻了翻 发现还有人把我和陆锦耀 流利的事情剪辑成了视频 配上煽情的音乐和字幕 在网上疯传 视频里 陆锦耀声泪俱下地控诉我 如何欺压员工 流利则除除可怜地哭诉 我如何对他进行职场骚扰 更可惜的是 视频里还剪辑了陆锦耀跪在地上 向我磕头求饶的画面 配上老板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的字幕 简直是把恶毒老板 和可怜员工的形象 演绎得淋漓尽致 评论区里 网友们更是一份填膺 纷纷对我口注笔伐 天啊 这个老板也太狠心了吧 居然把员工逼到这种地步 这种黑心老板就应该被曝光 让他身败名裂 支持打工人维权 一定要让这个恶毒的资本家 付出代价 我看的火冒三丈 差点没把手机给砸了 这颠倒黑白的本事 不去当编剧真是可惜了 我什么时候气压员工了 我什么时候职场骚扰了 陆景耀来我公司 一共才几天 连试用期都没过 而且还经常迟到早退 工作态度极不认真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他倒好 反咬我一口 还有刘丽 明明是他自己偷东西在先 被我发现后还倒打一耙 现在居然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博取同情 我越想越气 恨不得立刻把这两个家伙揪出来 狠狠地揍一顿 深吸一口气 我告诉自己要冷静 越是这种时候 越不能自乱阵脚 我打电话给助理 让他准备好所有证据 同时联系公关团队 准备应对接下来的舆论风暴 做完这一切 我并没有着急为自己辩解 因为我很清楚 舆论发酵到一定程度 着急的就是他们了 果不其然 我刚准备先去报警寻求帮助 就在半路被人截停了 许总 好久不见啊 陆锦耀带着一脸的得意 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冷冷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陆锦耀见我不说话 更加嚣张了 我直接了当地问道 你想要干什么 陆锦耀顺势狮子大开口 很简单 给我五千万 然后公开道歉 我就放过你 我冷笑一声 你觉得 我会答应你吗 陆锦耀恶狠狠地说道 由不得你不答应 现在网上都是关于你的负面消息 你的公司股价已经跌到谷底 你要是再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让你身败名裂 倾家荡产 陆锦耀掉耳郎当地晃了晃手机 屏幕上跳动着刺眼的红色数字 他一副吃定我的样子 仿佛我就是带宰的羔羊 我强忍着怒火 试图和他周旋 你也知道现在公司股价暴跌 我上哪去给你弄这么多钱 陆锦耀翻了个白眼 少跟我来这套 你是什么人我还能不清楚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底下有多少资产 那对你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凑近我 压低声音威胁道 徐义 我劝你十项点 乖乖掏钱了事 否则 他故意拉长了尾音 眼神里满是威胁 我冷笑一声 否则你就让我身败名裂 倾家荡产 陆锦耀得意洋洋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食食物者为俊杰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我一把挥开他的手 你做梦 就算我把公司破产了 也不会给你一分钱 陆锦耀气急败坏 直着我的鼻子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懒得理他 转身就想走 等等 陆锦耀突然叫住我 我可以退一步 咱们各退一步 和解怎么样 我停下脚步 回头看他 你想怎么个和解法 很简单 你给我一千万 咱俩之间就扯平了 陆锦耀说出了他的条件 我忍不住笑了 现在闹成这样 你觉得那些伸张正义的网友会相信 陆锦耀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有办法 我倒是好奇了 哦 那你倒是说说 你有什么办法 陆锦耀凑近我 压低声音说 到时候就说是琉璃那个宝洁之事的 就说他贪得无厌 想要敲诈你 是我被猪油蒙了心 才会被他利用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居然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琉璃身上 陆锦耀不以为然 这有什么不好的 反正他就是一个宝洁阿姨 人为言轻 就算他说出真相 也不会有人相信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再说了 要不是为了钱 谁愿意跟那种肥婆在一起 他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居然还想嫁给我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看着陆锦耀这副无情无义的样子 心中一阵厌恶 陆锦耀 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毕竟之前在警局 人家还主动替你揽下了大部分的责任 我忍不住提醒他 陆锦耀毫不在意 那又怎么样 他这种人不利用一下不亏大了 反正他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当然要一脚踢开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给钱吧 陆锦耀不耐烦地催促着 我却突然笑了 好啊 不过你身后的流利 似乎有些不高兴啊 爸 什么 陆锦耀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就在他回头的一瞬间 原本站在他身后的流利突然动了 他一个剑步冲上前 扬起手就给了陆锦耀一巴掌 啪 清脆的巴掌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响亮 陆锦耀被打猛了 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流利 你 你居然敢打我 流利怒目原睁 我为什么不敢打你 陆锦耀 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 你说你喜欢我 会娶我 都是骗我的吧 陆锦耀意识到情况不对 连忙想要解释 莉莉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流利指着她的鼻子 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还想骗我 我都听到了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说我是肥婆 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说我对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所以你要一脚踢开我 我 陆锦耀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流利失望地摇了摇头 陆锦耀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心的骗子 陆锦耀脸上的得意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慌乱和无措 陆锦耀眼珠子转了转 可怜兮兮地看向流利 我知道错了 可是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他说着 竟然挤出了几滴眼泪 都是他 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我承认我之前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啊 他一把抓住流利的手 深情款款地说道 莉莉 你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之前那些情话也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看着陆锦耀这副说谎不脸红的样子 心中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演技 奥斯卡欠他一座小惊人 流利显然也被陆锦耀这番话给震住了 一时间有些动摇 我轻壳一声 提醒他 流利 你可别忘了 他刚才可是亲口承认 说你是肥婆 说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还说你对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要一脚踢开你呢 流利听到我的话 顿时如梦初醒 他猛地甩开陆锦耀的手 眼神冰冷 陆锦耀我真是看错你了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一个物质的男人 陆锦耀见流利不再相信自己 顿时恼羞成怒 他破罐子破摔 指着流利的鼻子骂倒 流利 你别给脸不要脸 说到底 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拜金女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天都偷走许一办公室里 他老婆的遗物 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取而代之 成为人上人嘛 我听得目瞪口呆 这剧情反转也太快了吧 看来这两个人渣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流利被陆锦耀这番话 气得浑身发抖 扬起手就要给他一巴掌 然而 陆锦耀却早有防备 他猛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 抵在流利的脖子上 恶狠狠地说道 臭娘们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就 我惊呆了 这陆锦耀居然随身带刀 他不会真的要杀人灭口吧 流利更是吓得双腿发软 手机都差点握不住 啊 救命啊 杀人了 流利的尖叫声滑破夜空 高光一闪 流利的胳膊上顿时皮开肉绽 鲜血喷涌而出 臭娘们 要不是你 老子今晚就能拿着钱远走高飞了 你为什么又要来干扰我的计划 一千万 那可是一千万啊 有了这些钱 我就能翻身了 都怪你这个贱人 陆锦耀双眼通红 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兽 他疯狂地挥舞着刀子 一下又一下地刺向流利 啊 啊 啊 流利痛苦地哀嚎着 拼命躲闪着 但身上还是不可避免地 多了几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陆锦耀 你疯了 你冷静点 杀人是犯法的 我壮着胆子大喊 试图唤醒他的一丝理智 闭嘴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多管闲事 老子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陆锦耀突然掉转刀头 恶狠狠地朝我扑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察 突然从天而降 将陆锦耀扑倒在地 警察 别动 明晃晃的手铐 拷在了陆锦耀的手腕上 我这才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 劫后余生 原来 我发现陆锦耀带刀的时候 就偷偷报了警 还好警察来得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直到警察将陆锦耀扣上 押送上了警车 我才彻底放松下来 这场闹剧 终于要结束了 后来 陆锦耀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刘丽 因为伤势过重 最终成了职务人 这辈子只能躺在床上度过 随着真相公之于众 之前那些网报我的人 纷纷站出来道歉 至于我的公司 股价也逐渐回升 甚至因为这件事 公司的知名度更大了 业务也越来越好 我也因此走上了人生巅峰 全文完 在床上 在床上 在床上